今天天氣蠻穩定的 不過一週天氣會如何變化呢 要把時間馬上交給氣象主播和慧榮 帶你來關心的是現載雲層量來說是大減的狀況 而且整個微弱的東北風偏東風這樣吹過來 在這邊比較溫暖的空氣 整體的天氣都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在西半部地區清晨的時候 稍微會有起霧的現象 以及輻射冷卻的狀況 所以低溫會是比較涼一些的 但整體來說溫度方面的表現 還是相當不錯的各地天氣晴朗 唯獨在備風側這邊 在傍晚的時候空氣品質會比較差一些 關心到的是北部地區還有東半部地區 今天的天氣狀況高溫都還有機會來到26、27度 相對來說是天氣穩定 不過一開始有講到說週三要開始變天啦 變天的狀況主要就是 下一波的東北季風的報導 而且這一次有機會成為大陸冷氣團 大陸冷氣團的標準就是台北的側站 測得14度以下就是大陸冷氣團囉 所以有可能到時候是14度 到白天最高溫可能也超過 不會超過20度左右 而且會稍微 迎風面地區有些下雨的狀況 尤其在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開始出現囉 尤其最冷的時間點會在什麼時候呢 預計最冷的時間點會出現在週四的清晨 甚至桃竹苗還有機會降到13度左右 那麼下雨的狀況會更加的明顯 接下來幾天呢 這邊看到的低溫主要呢 星期五的北部地區14度 以及13度星期六的部分呢 這主要是天氣回穩之後的輻射冷卻 但是整體的天氣狀況在白天的部分呢 星期五開始是恢復穩定的 那麼到了周日之後呢 就又會有下一波的東北季風報導 而到時候的這一波東北季風呢 會是水氣比較多一些 到時候的天氣影響就會是全台灣比較有感的囉 再來看一下呢 中南部的天氣狀況了 今天的部分呢 高溫也有機會來到27度左右 是蠻熱的 那麼呢 好天氣呢 是一直延續到這一整週喔 尤其是剛剛講到 周三雖然開始變天啦 但是對中南部的影響呢 是比較不明顯的 因為主要還是迎風面地區 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 所以說呢 這整體來說這一週 中南部天氣狀況都是很穩定的 尤其呢 到了投票日啊 全台各地天氣都是算是穩定的 但是呢 禮拜天剛剛提到下一波的 東北季風報導呢 是比較全台有感的 就連中南部呢 多多少少我們看到這個雲層量 會稍微厚一些 溫度方面呢 就高溫也會略降一些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